来到巴德名人社区发展协会 志工与社区公怀据点的长辈们 正围绕着茶席 边闲聊边品味现场冲泡的红茶与高山茶 并向泡茶的老师讨教 原来现在是茶艺班志工值班时间 有几位茶艺师现场示范 并透过闻香杯与试喝 带大家品味好茶 其中一位茶艺师也分享了一些泡茶的注意事项 尤其是要注重茶壶的保养与使用 烧好的水从100度降到95度你开始泡 那你这个是冷服对不对 所以说你也要先入水 入热水让它温服一下 让它的温度跟热水是差不多的温度 然后还有你用的这些器具 你就可以稍微跟它 也是温杯就对了 像这个你泡这种比较半身熟的茶 你就是一支茶壶专门泡这种半身熟 那你如果说你偶尔会泡红茶 或是比较熟的茶 你就要准备另外一支 对不要混着泡这样子 因为对 因为那个茶水会被这个 茶壶的那个毛细 它会吸它有毛细孔 它会吸那个味道啊 像我自己这个茶壶 我了解它 那我一般我是用大概12两 12两 那你如果用到15两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那个茶叶没办法完全展开来 会仗在一起就对了 所以说茶叶适量就好了啦 学员们也分享参加茶一般的心得 不仅是能开心吃喝交流情感 也能学到关于茶叶与泡茶的知识 而好茶独特的香气还因为 也让一些本来不喝茶的人爱上茶 而茶医师认为茶这个领域 使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很享受与茶一般的同学们的交流 自己也会尽力来解答 我参加这个明年社区的长辈 我在这边有喝茶 礼拜三有唱歌 礼拜四有泡茶这样 我来这边感觉到非常的好 我会经常来这样 非常快乐 老师在泡茶的时候 因为对我们这个完全 喝茶不知道喝什么茶的人 会知道这个产区是哪里的产区 每一种茶叶的口 口感跟韵味 然后入喉的那个感觉 那红茶也红茶的感觉 绿茶也绿茶 高山茶也高山茶的感觉 来参加茶艺班 最大的好处就是 志工之间还有朋友之间 可以得到互相的联谊 互相更进一步了解 我都是在拍照嘛 我都会喝茶会比较大量一点 我用那个大的杯子 他们也不吝啬 都每次都会 用了一大的那个给我喝 你知道 后来久了久之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 他们泡出来的那个茶 给我的感觉是说 到了那口里 到嘴里里面 这样子 也会结合 也很顺口 又有回甘那个感觉 后来就慢慢的 我就爱上了他们 也很长 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坐下来 跟他们一起聊天 泡茶 我们的班长那些 都会泡一些茶给我 有兴趣的人 他想学他就会跟你问多一点 问详细一点 那就是 陈宇就是 有一句话就是说 师傅带入门 带入门 修行就看自己了 哈哈哈哈 那每次来他们都会问 或多我早都会问一下 比如说 我这个露水以后 要浸泡多久 然后就要倒出来 那个 那个也是有一点点 那个窍门 那就是有时候会跟他们 也是跟他们讲一下 巴德明的社区发展协会 近年来陆许行政班队 茶医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是满足部分志工 想要精进泡茶技术的学习域 也期盼藉由 台校风声品味好茶 凝聚社区间的情感 也吸引更多人 愿意来加入社区班队 共同为社区来服务 记得刘雨婷 同为报道